原來翻查資料才知道原來Hailey 陳玉希小姐 當年是演藝學院的舞台管理系畢業 是啊 舞台管理系 為什麼當時入演藝學院是入這個系的呢 多數人都說要不就做戲 或者跳舞等等的東西 因為她不收我 真的因為這樣 報了她不收你 然後就報了舞台管理系 那時候就是完全不知道是做什麼的 純粹不如播一下 讀了先 接著interview 然後進了三輪 然後她收了 我媽媽就說 很難入的 不要浪費了 不如讀 真的因為這樣就走進去讀 但進去讀的時候 讀了舞台管理系 讀一下有沒有興趣出來 還是一直都覺得OK 其實我出寫真的那段時間 是跟我讀書是搭著的 所以基本上是兩邊都一起兼顧 半功讀 所以有點尷尬的 那時候拿著寫真之後 回到學校的同學 看到我的眼神都好像有些 好像用透視眼看 神奇的透視眼 為什麼眼前的Hailey 和寫生集裡面的Hailey有什麼分別呢 對照 有一點點這樣 但是那時候就是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不知道讀什麼的情況之下 進去讀的 但是讀完畢業之後 你覺得對於你演藝的生涯 有沒有幫助呢 其實都有的 因為本身我們在舞台管理劇系裡面 真的什麼都要管 即是燈光、道具、演員 他們排練時間、換衣服 那些東西全部都是我們 關於舞台表演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都是我們 譬如燈什麼時候出 我們去Cue 音樂什麼時候出 我們去Cue 因為你做完這些東西之後 你知道原來其實 譬如一個幫你換衣服的人 他們其實全部都是很辛苦的 你出來工作之後 你對人自然的態度真的會好很多 即是你了解他們的工作 不如我把身體量量給你 不如有時候覺得不用他煩 你會了解原來他們做這些事情很吃力 因為當時我們那個系 是要連演員的衣服改 我們都要幫他們改 即是改衣服我們自己也做了 所以當時什麼崗位都做過之後 你就知道原來每一個崗位 都有他很辛苦的地方 現在對幕後就很好了 哈哈哈哈 做大一個就是這樣 會不會有些幕後的人員 可能Cue燈光了 然後就說慢了 會不會跟你說這些 職業病 其實我自己現在就不會出聲說這些 我又覺得又不要搞別人做事 但自己知道是辛苦而已 就沒有這些 反而我覺得是 但現在自己看東西就會宏觀很多 你以前做的那個position 就是整個台所有東西都要看完 所以其實是百足這麼多集 一樣東西都要兼顧 現在都是這樣的情況 至於強尼 以往是一個工程師 然後才轉做足球評述員 再做主持 做演員 這些事情我不問了 我就想知道 敖喬最近的近況 敖喬嗎 即是我兒子 其實本身強尼都是暖男爸爸 是 過去那年其實都 可不可以叫做艱辛呢 很神奇 因為整年不用上學 做香港大家都不要說香港全世 但父母要想怎樣好 究竟怎樣政府他好呢 他又不能上學 我兒子會不會不發育呢 整年沒了過 你吃飯呀大哥 怎麼會不發育呢 你發覺他真的沒有什麼舒展的空間 基本上 因為不能去舒展嘛 那不可以舒展開玩笑 都不能去啦 基本上 你整天只能讓他在那裡看電視 打電視 我見過有些身邊的朋友 都是父母 開頭很緊的手線 不准看嘉東片 不要打不到機 我們想多一些戶外活動做 阿華 頂了三四個禮拜 你不可以 因為你發覺什麼時候才結束 沒有結束 兒子我先出去 你去看電視 你去看什麼都可以 其實大家最後都沒有辦法 我覺得 其實我兒子都說 我很想上學 他都這樣說 我很想上學 很掛念那些同學 他們都很悶 現在有一人回學 很興奮 吃過 可不可以早點出門口 催我早點出門口 比如他平時應該是8點2上課 我說你想幾點回來 我想開閘 我就第一個 7點鐘 7點9 他就想7點9就進去 第一個 盡可能用多點時間 去跟同學相處 也不需要 並且霸場 回學校 最慘的是 現在連操場都不能玩 只可以回班房 其實他們都很有限度服貨 但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好像多了時間 跟同學相處 過去那一年 跟家人真的多了 感情有沒有增進呢 一向都挺好的 跟他很友善 也是 因為他經常叫我 看我現在打什麼機 經常說 他經常尿我 有什麼一起打 我 我說你這麼厲害 不要 你這麼厲害 連了整個假期 叫我和你打一招 他經常覺得可以擊敗你 然後他說 爹地 要付錢 那遊戲 也有的 也有的 也要買東西 也要買東西 買武器 也要的 聽他這樣說 但其實看到他的笑容 也顯示到他們的父子關係 非常融合 是一個戀男爸爸 沒錯 好了 4時21分的時間 我們還有個遊戲玩 他跟我很合 他跟我不合 他跟我很合 他跟我不合 其實你問問他 就知道合不合 對 打破兩性距離 極速互相了解 我要速度約 在裡面 強尼和Hailey是一拼的 現實生活裡當然不是 但我也想測試一下 究竟Deep Down 在他們的性格裡 其實兩個合不合 拍指數有多少 我透過這五條問題 在這個速度約會就知道了 好 第一題來了 你們希望你的另一半 要有幽默感 還是要有安全感 只可以二選一 要哪一種 數三聲之後 大家一起說出答案 有答案沒有 有 準備 3 2 1 安全感 第一條已經 先問她吧 Hailey 要安全感 這個我想她也會猜到 我一定會選這個 以她了解我的 過去吧 其實我可以反過來 我猜她答什麼 她猜我答什麼 都可能總得 他應該會猜到 我想要安全感 因為過去吧 因為她陪我經歷很多 傷心哭的時刻 以往有失敗的經驗 不要緊 這些過去的事 只望著 忘記 好 第二條來 你們希望你的另一半 是長頭髮還是短頭髮 另一半 長頭髮短頭髮 男生長頭髮是正衣健的 OK 有答案沒有 有 3 2 1 短頭髮 短頭髮 這個搭配了 搭配了 強力喜歡短頭髮的女生 強力喜歡短頭髮 也不是一定的 不過其實我老婆 都幾多時候 會不是很長的 頭髮 那我一定要就這樣回答 你的中文說得像鬼仔一樣 對 Ardison 對 不容易 走一走 她以前也長 但很多時候又不是很短 所以那條問題其實是問你老婆 是長頭髮短頭髮 她現在又不是很長 又不是很短 好 下一條 如果吃宵夜 桌面上有兩樣食物 你會吃哪樣呢 一個是奶油豬仔包 一個是燒鴨河 來吧 有答案沒有 3 2 1 燒鴨河 燒鴨河 哈哈哈哈 為食一定會吃這些 對呀 便宜一點吧 我不知道你包便宜過燒鴨河很多 因為吃到貴的了 哈哈哈哈 好 吃東西就很搭 另外一條 如果可以和一個人吃飯 你寧願選碧鹹 還是金城武呢 吃飯 吃飯 所以跟她吃飯 你寧願和閉鹹還是金城武 很多帥哥 好 有答案沒有 好 3 2 1 金城武 哎 Hailey選碧鹹 是啊 原因是 我覺得 好像 難一點有機會見到她 這樣 這樣成為理工意見 很容易 但我應該是 挑戰一下自己的英文 然後又想 如果我有機會和她吃飯 可以這樣說英文 都挺正的 你兩位理解 我作為一個利物浦粉絲 我不會和我萬聯球認識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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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答案應該是今天裡面 最結束的答案 最棒 請問我 我想要我 找到對方 你 要找到 有感覺 唇 我們